那我真的没办法广播 所以就请看前面 这不是著作权 这是刑法 著作权法 OK在这里我们刚刚看到 公开播送这一部分 公开播送只基于公众直接收听或收视为目的 刚刚所规定的不特定人 其实那些不特定人 所谓的公众就是公开播送的主要标的 如果你的公开播送不符合公众的条件 那你就可以主张说 我根本就不是公开播送 我是家庭播送或者是之类的 那另外 公众演出 公开传输 然后这里规定改作 这里很重要 改作 如果你把别人的东西 拿一部分进来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某某人 在某本书里面 他曾经写过一段文字 那你把他的东西直接放进来 这样你有没有清全 算了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你的文章里面里写 某某人曾经说过 然后把那一段文字贴进来 这样算不算进去 这样子 这应该是合理的引述 对不对 OK 这样应该算是合理的引用 对 合理的引用 但是呢 接下来就有一些模糊地带了 如果我今天呢 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写专题报告啊 或者是写论文的时候 最容易发生这件事情 我是在看过太多的 学生的专题报告或论文 不管是大学部或研究生 都会犯这个问题 就是 他们在引用别人的 所说的东西的时候 他没有说谁说 谁在哪本书里面说了什么 他没有这样讲 然后他直接把那一段贴进来 这其实就清全 就算你贴的是维基百科 你还是清全 为什么 因为维基百科有创作公用授权 你没有遵循那个创作公用授权 你连讲都没讲 这样就清全了 那如果维基百科要告你 他还是真的可以告 那你如果 你如果合法的引述说 以上这一段出自维基百科 那使用什么授权 那这样应该就OK 但是维基百科他所使用的授权 他有相同方式分享 就代表说你既然使用了我的 那你整篇文章你应该想同方式分享 OK 而不是只有那一段 所以你这里看到 当我所谓的改作 任何形式 你把别人的东西用进来都算改作 那但是你还是可以依靠合理使用的原则去主张你的合理性 这样不清全 那合理使用就是我引述一小段没有问题 我甚至引述个两三段应该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如果一引述呢 引述20页 或引述50页 那这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我整本书 其实里面呢 从头到尾 我都是 比如说某一本 某一本V书 那我就说V书说过什么什么什么 他从头到尾 我这本书里面就一直在说V书说过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不是把他整本书的精神全部都复制到我的里面了吗 那这样我也侵权了 即使虽然我合法 就是正确的用这种方式 但是我却过度的滥用 那我从头到尾 我都把人家的话 几乎每一段都放进来 这样就侵权了 所以这里改作啊 这里他们在法律上面去 去看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重要关键 所以他才会在前面把这些名词 统统都讲 讲清楚 那这是定义 名词定义 那改作 各式各样的 原作的修改行为都算改作 散步 只要你提供公众交易或流通 这里又牵涉到公众 这是为什么刚刚要定义公众的原因 那公开展示又是公众 那发行 公众 公开发表 然后原件 首次附着之物 叫原件 那 全力管理电子资讯 这个就是 其他的附属资料 那用来确认 他的著作者是谁的 这像电子签章之类的那些